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JavaScript 几个神奇的功能 是这样 Javascript这本语言非常的灵活 它里面有很多小的神奇的功能 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 所以今天我给您总结了几个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函数构造器 第二 动态绑定属性 第三 加运算符的使用 第四 给函数咱们分配一个属性相当于类 第五 函数的调用堆栈 最后 void无效操作符都该怎么使用 简单的给您介绍几个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函数构造器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又构造一个加数 加法函数咱们一般怎么构造 不都这么写吗 对吧 function add 传一个ab 是吧 然后return返回a加b 对吧 咱们都这么写 很麻烦 是吧 其实不麻烦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大家请看 用到这个function的大函数 或者说类 在这里面咱们只要传入咱们函数的参数 然后最后作为函数体的代码返回就可以了 咱们试一试 我这开一个例子 咱们试一试 跑一跑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咱们就建一个man.js 好吧 咱们就跑一跑 这个函数新的定义方式 咱们看一看 好 咱们看 我定了一个函数 两参数 是吧 一个是a 一个是b 对吧 然后我的返回值写的是a加b 能不能返回 然后我的定用方法 大家请看 跟咱一般的定用方法一样 add 然后是传两参数 一个10 一个20 我的屏幕应该打印出30 对吧 好 马上看 存盘退出 直接node.js 30 没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生效了 说明咱们这么定义方 函数的方法是ok的 对吧 同时咱们这个例子 今天是传了一个数值 对吧 能不能传字符 完全没问题 大家请看 我这还定义了一个hello 这个hello 这个函数的参数是name 返回什么呢 返回hello 然后呢 打印出来这个name 试一试 我经常把hello的error 写成一个 看我视频朋友都知道 我在其他的教习过程中 也是这么写 好的 大家请看 返回hello 然后再加上参数的name 对吧 没问题 存盘退出 试一试 go 出来了吧 hello抠码 为什么hello抠码 是因为我这个地方 调用这个函数值 传的是coma 对吧 ok 那咱们接着往下 动态绑定属性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这有一个结构 或者有一个jason 或者有一个java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大家请看有三个属性 比如我这是本书 对吧 有书的标题 作者以及价格 对吧 我这么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java的对象 对吧 那么我怎么引用 我这可以写一个v字 我把这个对象 或者说这个对象实力 加载进来之后 然后用一个大括号扩住 里面再写的话 就直接可以引用到 这个对象的属性了 不用再boot点 这都不用 ok 咱们试试 我这每期视频做的时间不长太长 所以我想尽快给您讲完 好 咱们试试 动态绑定属性 nano 删掉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我的屏幕上应该打印出 这三行内容 对吧 标题作者以及价格 试试 清评 node min 回车 出来了吧 书名 我喜欢javascript 我真的喜欢javascript 人都说我喜欢python 其实我喜欢的第一原 是javascript 然后作者卖客 卖多少钱 50 没问题 ok 接着往下走啊 家运算服务做 数值变换 怎么回事 看看啊 咱们这定义了一个age 对吧 然后呢 表示咱们一个对象的年龄 可以吧 但是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给的是一个 对 文字型 字符型 那怎么把它转换成数值型呢 大家请看 非常简单 前面加一个加号 它就是数值型 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操作了 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出来 年龄是25 看一下 清掉 然后拷贝过来 存盘先别退出 为了证明它是数值型 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个加1 咱们是25对吧 既然都变成数值了 那么数值加1应该是 你的年龄是26 屏幕应该打印出26岁 对吧 试一试啊 清屏 go 26 26岁 没问题吧 大家都看到 可以啊 ok 这个代码我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不加这个加号 那么它就不会把它转换成数值型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加1的话 会怎么样 试一试啊 期待啊 go 你看 你的年龄是251岁 这一下就长寿了啊 长寿了 ok 这就是非常动态的啊 变换数值型的方法 推荐给您啊 接下来 给函数分配属性 这个厉害了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咱这定义一个hello 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就返回你好吗 这传进来一个名字 就返回你好 但是如果这个函数有一个性别属性 这个性别是f female的话 那应该给您显示 你好 谁谁谁 女士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属性 那就直接说 你好 就完了 对吧 那么这个函数定义完之后 这个性别属性在哪设置呢 咱们大家往下看 看这行 我把这个函数点个点 明明是函数吗 但是还可以点点啊 这是javascript的灵活性 点 fix sex 等于female 女士 然后我再打印出来 hatano 波多野 对吧 咱们试试啊 日语的波多野发言是hatano 好咱们试试啊 波多野老师 看能不能出来啊 这给打印老师 不给打印女士 试试试啊 清评 no the man 一回撤 大家请看 你好波多野女士 对吧 老师 那么如果咱没有这行的话 没有这行的话 那么他会打印出来什么 他就不加女士了对吧 你好波多野 就这个感觉啊 ok 也就是说明咱们可以在函数使用前 动态给函数 绑定一个属性 对吧 然后在函数里面呢 可以动态的去判断 一般来说 咱是不传这个东西的 对吧 不传的话这函数是正常调用 如果传的话 等于给函数加了一个分支 好吧 ok 接下来函数的调用堆栈 啥意思 咱们看我代码啊 我定义了两个函数 函数一 函数二 方克审一 方克审二 对吧 然后我调用方克审二 对吧 然后在方克审二里面去调用方克审一 这个关系能明白吗 我主线程调用方克审二 然后在方克审二里面 又调用方克审一 在方克审里面 我打印出来这么一行内容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就记载着 是谁在调用我方克审一 的函数 就这个意思 咱们试一试 看看是运行结果 咱们给删掉了 存盘看一下运行结果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跟踪一些代码的调试 对吧 是谁调我的 让我出的错 是吧 马上就能知道 非常非常的便利 好 试一试 nano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看一下 清评 够 大家请看 我在函数方克审一里面打印出来 是函数方克审二 在调用我 同时我在这地方还可以再回调方式二 OK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 我能知道是谁在调用我 对吧 对于咱们写日志 做漏过 做系统调试 非常的有帮助 OK 最后再给您介绍一下 void 无效操作符 是这样 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可能有好多这种无效操作 对吧 比如说在某种条件下 我给函数调用方要返回一个无效 而不是0 不是1 不是true 不是false 是一个无效的时候该怎么做 是这样 咱们有这么一个无效操作符 或者叫做函数 它们不管传什么内容 它都会给咱返回一个无效undefined 咱们看一下 拷贝 大家请看 我第一行传的是一个1 没问题吧 第二行是true 第三行是false 第三行是一个空对象 第四行是undefined 我不管传谁 咱们看它返回什么值 送判退出 node 大家请看 它通通都给咱们返回了undefined 是用什么 什么是void 对吧 对于咱们这个程序中 一些无效判断是很有好处 OK 这个地方咱们就能看到 如果我这传一个if语句的话 它会怎么操作 是这样 if语句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是真的话 我才会执行真正的处理 对不对 否则的话我会走no处理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是void 不管咱们这给e给true 它都会跳过这个分支 而走下的no 咱们试一试 没问题吧 它走的是no OK 这样的话咱们编码过程中 比如说咱们写一个function 不管是function 是从数据库调过来的 还是从上调过来的都可以 对吧 咱这function里面 咱们就给它强制返回 一个void 对吧 不管怎么返回都可以 对吧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去调用这个function1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期待 如果它返回是true的话 我走正常处理 如果返回无效 那我就说这是无效处理呗 对吧 咱也不抛例外 咱用这个方式来判断 好但试试啊 应该也是返回弄 没问题吧 也是返回弄 说明咱们的代码 调试成功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javascript 可能您在工作中并不常用的几个神器的功能 希望对您的编码有所帮助 咱们再复习一下 函数的构造器 动态属性绑定 加运算符 给函数绑定属性 很常用 然后函数的调用对战 对您的调试很有帮助 最后 Word无效操作符 希望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给您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然后我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然后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订阅点赞加分享 谢谢您的合作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